再来一口 不来了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大家看我跟之前流行力是不是有点变化 这个人到了这个海拔四千米以上 他有助于这个头发的生长 然后这个头发就瞬间就 大家好我是莫菲 因为这次任务比较艰巨 刘老师的身足苦 可吃不消这次活动 不过他也非常希望参与这次活动 所以组织上决定我来参加这次活动 然后这里是位于四川省西部阿坝州黑水县的 打鼓冰川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中国机长 中国机长的取景地 就是在这里面取的 我们来赴瑞士艾米龙品牌的冰川之约 号召所有的朋友 一起关注冰川 保护冰川 我就说这么多了 实在是在这里说话还是挺费力的 也希望大家都能到打鼓冰川来看一看 卡老师讲了这么多 回头让我们刘老师再给我们表演一下开箱 好好详细讲一讲艾米龙这块表 麻醉师和护士长都不是好惹的 但拿大钱的还得是主刀一手 插播一下 大家评论区里关心的测评小程序万表都发前段时间当机了 不过刚刚得了通知我们神勇的工程师已经处理了 现在可以放心使用了 以后如果发现当机再等两三天再试一般都OK 有问题就直接跟我们嚷一嗓就行了 说两题艾米龙这个牌子怎么样 艾米的书黑也注册在日内瓦研发记忆在梅林 梅汉别以为这是郊区 地理上确实是日内瓦郊区 但更是一个产业基地 有几个大牌 比如AP、VC、FPJ的外观件的厂都在这 而且还是合资的 等会说说日内瓦品牌的设计到底是不是经得起推敲 咱们先说这外观 艾米龙的冰峰系列大三针款 整体式设计当下有货 表壳和链带布满腹和打磨 表圈内圆外溜角 刚中带柔柔中有刚 多件是表壳结构 表观护肩形成中段表壳的纵向结构 而非单纯的凸起 链带是非常到位的当下有货的设计 或者叫面根的设计 它指的是表耳之间凸起部分 我们考察过很多所谓的整体式设计 其中不乏东施效品者 这种设计过于依赖表链的中立 而如果把金属链带换成非金属链带的时候 由于中立的缺位 形成了当下无货的效果 很失败的 这个冰峰系列大三针款 即使是拿掉中立 命根的依然存在 所以说不愧是日内瓦品牌的设计 同样是钢表 同样的防水性能 但设计上透出一种自带的显贵显好的气质 到目前为止 哪怕是万宾都发这样的测评软件 依然无法对颜值进行量化评估 这刚好就是日内瓦这个地方的优势 全都量化了日内瓦人和西北风 所以测评软件无法覆盖的地方 咱们还是人肉评估吧 毕竟是冰川保护题材 表盘的颜色自然是冰峰蓝 表盘的竖条纹设计是对冰川之类雕塑的致敬和纪念 这个冰川之类指的是对 莫尔塔拉奇冰川融化历程具有历程意义的东西 当然这个纹也可能是保护冰川的铲车留下的痕迹 立体嵌刻石标各个角度毒石都清晰 石标和表针内嵌 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光线不好的时候毒石很清晰 再说说这个链带 因为每个链接都做了拉丝和导角抛光 这种费时费力的做工只能是日内瓦设计 瑞士很多牌子在设计上 其实都避开了这种攻时费很高的设计 瑞士有俩品牌 小了都是日内瓦品牌 都用过这种做工 一个多年前就停产了 另外一个还咬了牙扛着呢 费工费力 说实话这个价格要是让瑞士人打磨 那价格不是攻喉脖子难 也得是雪山傲益 你就说麻醉师和护士长吧 俩人玩的那么嗨 也不知道抓拍点人的镜头 这个是我从同行那里要来的 这要是会玩的肯定多拍点 冰天雪地铺上桌布 摆上美酒美食穿着滑雪服 这不就是咱中国的圣莫里茨吗 咱们上手试带一下这个表啊 表壳直径41毫米 厚度只有10.15毫米 50米防水 如果防水提升到100米的话 就没那么优雅了 转动手腕 链带的小切面形成有节奏的闪光 特写好 从审师的现象体容貌来说的话 它还是很挺拔的 但是呢 它是41毫米的直径 如果你的手腕低于18厘米的话 就给小心了 因为它两边有点太支热 表扣它是双暗制折叠暗扣 穿戴起来特别利落啊 外形具有整体性 说这机芯啊 艾米龙这个贝斯在日内瓦洲的品牌 用的是瑞士产的自产机芯 听说这个品牌还在努力实现油丝资产 表辈是咱们是后辈 看着机芯的做工还行啊 都知道某项活动能给人带来快乐 理性分析之后发现是因为多巴胺这种奖励机制 因为这种理性分析 我们还知道了 好多东西都能让人产生多巴胺 都能让你快乐 品牌放在一边不说啊 就这颜值 这做工 这价格 对于懂得欣赏的人 应该可以满足你 对全钢运动表带向的要求了吧 怪不得我们的麻醉师和护士长那么兴奋呢 那么你喜欢这份表的设计风格吗 护士长 不是 康老师 带的G10款也应该很酷的 有兴趣的话 我们找来做一开箱 大家看我今天带的这个腕表 瑞士艾米龙的G10腕表 表盘取自冰封之蓝 这只表来到这个地方 仿佛回到了他的故乡 喜欢这类金属链带的 有丰富功能 运动G10的表款 可以关注艾米龙这个品牌 OK 咱们互动起来 下期见 谢谢你